大家好,我是徐老师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2019年AMC12A的难题部分 我们从第16题开始讲起 第16题它是AMC10的第20题 大家可以去看我AMC10的难题讲解 我们看第17题 Sk denotes the sum of k's power of the roots of the polynomial 然后ABC be real number What is a加 b加 c 那么实际上如果让这个等于0的话 那我们假设三个rule是RST吧 那根据伟达定理我们就有R加S加T应该是等于称5 然后RS加上ST加上TR 这个应该是等于正8 然后RST三个乘起来应该是等于13 然后它说这个S0等于3 S1等于5 S1等于5对就是这个嘛 然后S2等于9 那么这里such set 那我们比如说算一下这个S3吧 S3它应该是等于A乘上这个S2 S2实际上就是R方加S方加T方 然后加上B倍的RST 然后再加上这个C 然后S3就是等于这个R的三次加S的三次加上T的三次 然后实际上R的三次就是等于R的三次我们有是5倍的R方 然后减去8倍的R加上13 S的三次呢也是一样的 减去8倍的S加13 然后这个是5倍的T的三次 减去8倍的T加13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里很明显的看出来A应该是等于5 然后B呢应该是等于负8 然后C呢应该是等于 呃这里是C倍的乘以S0嘛 实际上C应该因为S0是等于3 所以TC应该是等于13 所以刚好是反过来 所以A应该是5 B是负8 然后C是正13 那这个题实际上就做完了 A加B加C应该是等于10 呃如果要看完整的证明实际上也很容易 就是我们可以考虑SK加1 那么这个我们要求的就是R的K加一次 加上S的K加一次加上T的K加一次 然后可以用A乘上SK 这里是R的K次加上S的K次加上T的K次 那么很明显这里A应该就是5嘛 然后你自己再稍微推一下 也是挺容易推出来的 嗯所以这个题并不难 好第18题它是AMC10的第21题 我们看第19题 三角形ABC with integer side lengths cosA,cosB,cosC What's the least possible parameter of ABC? 它都是integer 那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sinA 给它sinABC都给算出来吧 先把能sine的算出来 sinA是等于底下是16 上面是16方减11方开根号 这个会算到5乘以27 5乘以27 3倍的根号15 然后sinB呢 它是等于8分之根号15 然后sinC呢 会算到4分之根号15 都是根号15 那实际上这里我们可以用个sinLaw sinLaw就是说sinA比上sinB 比上sinC 会等于这个A比B比C 三边之比 这里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它们三边之比 然后根号15都约掉的话 就会是3比2比4 那么最小实际就是324 三个integer 那么它的least parameter就是 加起来就是9 第二十题是AMC10的第二十二题 我们看第二十一题 Let's see equal to这个 What's this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complex number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z的模 是等于1的 我们可以画一下 它这个real part就是2分之根号2 然后image part也是2分之根号2乘上i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45度 z实际上可以写成 e的这个i θ是π over 4 4分之π 那么 那实际上 大家观察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 而且实际上这里 我可以说z的八次方 是一个两个三个 转八次 z的八次方 会转到这个1 那么实际上 这个就可以写成z的一次 然后这个z的四次 然后z的九次呢 还是等于z的一次 还有这个z的25次 也是 还有这个z的49次 7749也是 是一直到z的9的平方 一直等于z的11的平方 所以这里 相当于都是z 这些全部加起来 可以算到6个z 然后还有z的四次 然后下面一个是z的4的平方 就z的四次呢 还有z的6636 6的36 36除以8是余4吗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z的10次 这三个都会等于z的4次 然后z的4次实际上就是在这里 z的4次就是-1 那么实际上这里就是-1乘以3 三个-1 然后这里z的4的平方 和z的8的平方 和z的12的平方 都是8的倍数 这里会算到1 所以这里是三个1 然后全部加起来 这些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括号里面是6倍的z 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个 下一个是z的-1 加上这个z的-9 z的-25 实际上这些一直到z的-11的平方 而这些它都是除以8 是余-1嘛 实际上相当于是6倍的z的-1次 那么同样的这里z的-4 z的-36 这里会算到-3 然后下面呢会算到正3 这里cancel了 所以后面这个括号全部加起来 会算到6倍的z的-1次 那这两个一乘 答案就是36 好 第二十二题 Circle both center and o has ready 20 and 17 respectively equilateral triangle ABC 大家把题目读一下 然后好的 那我先把这个图形给它画出来 然后第一步我们知道 它说比p比上cp等于3比1 那一个是1 一个是3 那如果我们做一条高的话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cp等于x 然后做这条高的话 那么这一段 这个比如说我用m来表示吧 这个mp也是x 然后这个bm是2x 那么这条高呢就是两倍的根号3x ab就是4x 然后 它这里是圆心 圆心这个circle它是tangent 那这里就是一个垂直的 我们实际上用这两个三角形 similar就可以了 那根据这两个三角形 similar我们就有 这个两倍的根号3x 除以x 这是它们的ratial 就两倍的根号3比1 而这个是等于这一段 比上这一段 这一段是17 然后实际上我们可以把ap算出来 ap 写来这里 ap应该是等于这个x方 加上两倍的根号3的方 开根号 这个会算到根号13x 所以ap这一段是根号13 那么实际上 根号13 然后 这一段是17 而这一段呢 这个所谓o吧 这一段实际上应该是等于20减去 根号13x 那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了 这个 17比上20减 根号13x 这个会等于两倍的根号3x 除以 根号13x 对 然后把x cancel掉 那这里我们实际上只要做一个cross multiplication就可以了 那这里会写成17 根号13 等于40 根号3减去两倍的根号39x 那么x就等于40 根号3减去17 根号13 除以两倍的根号39 那题目里要求的是ab ab是等于4倍的x 那我们再乘上一个4 好的 这个算一下会算到 80除以根号13 然后减去 这里是2 34除以根号3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那么全都加起来 就是80加13加34 加3 这个会算到 这个是50 130 好的 我们看第23题 这个题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看一下题目吧 是这么定义的 OK 那首先我们先写一下 这个A3应该是等于 A3是等于3这个2 那么就是3倍的log7 2 然后说an应该是等于n 然后这里是log7 n减1 然后在新号 这个 这个 再power of log7 这个an减1 好的 那这里的话 这里需要 这里需要simplify一下 那么这里就变成了 log7 an减1 除上log7 n减1 那这里用一个changebase rule 实际上就是n power of logn减1 an减1 把它变得好看一点 然后这里 实际上就说 你两边取一个logn 然后an 这个就会得到logn减1 an减1 对 这是一个很对账的式子 那么实际上 根据这个 这个相当于 它是这么会 会等于共同的一个value 假设是k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log3 来求出来这个k 我们会有log3 a3 那么实际上log3a3的话 就相当于这里取一个log 那实际上就应该等于这个log7 2 那么这个k 实际上就是等于log27 好的 把k求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求的是 最终我们要求的是 what is log7 那么就是log720 a2019 而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写成log2019 a2019 然后这个会等于 这个会等于k log k就是log27 那实际上这里用一个changebase rule 这里loga2019 除以这个log2019 会等于log7 除上log2 那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把这个log7 除过来 把这个log2019拿上去嘛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应该等于log2的2019 而log2 2 log2 2019 差不多 我们知道2的10次方是1024 那么2的11次方差不多就等于11 所以这个题的答案就是11 这个24题就是AMC10的25题 大家可以去看我AMC10的讲解 好 我们看第25题 大家把题目读一下 然后我把图画在这儿了 它就是说这个从A0做个高 和B0做个高 C0做个高 那我们知道三个高交易一点 然后会产生一个三角形 A1B1C1 然后怎么算 什么时候这个AMBNCN是一个顿角三角形呢 那实际上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直角 这是一个直角 那么我们就有这四个点是共园的 这四点共园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就有这个角 会等于这个角 而这个角呢就是90度减掉A0 因为这里是A0嘛 然后同样的道理在这里 四个点共园 那我们就有这个角 对应的弧是这个角 这个角也是90减去A0 然后把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A1 实际上A1就是等于180减掉两倍的A0 这个会等于60.002 那么接着写B1同样的道理 B1也等于180减掉两倍的B0 会算到60度 然后C1呢是180减掉两倍的C1 会算到59.998 那接着我们往后推A2 那么A2就是180减掉两倍的A1 那这个时候就会算到59.996 然后B2呢是60 C2呢就是应该是60.004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规律就是说 它一上来是60 然后增加一次之后呢 它会增加0.002 两次之后呢就变成0.004 三次之后呢就增加0.008 所以实际上就是0.001乘以2 2 power of n 当最终这个增加应该是要大于30度 因为60加上30之后就超过90度了嘛 那只要解这个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2 power of n大于30000 好的 那我们知道2的十次方是1024 然后2的五次方呢是32 这两个乘起来刚好大于 所以最小就是15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